各位同学大家好,欢迎来到程式设计与观光应用 第二讲,我们要谈的是大数据品牌产生器 我是你们的授课老师张成基 AI大数据它可以应用的范围非常的广 例如说是剧本 在剧本的设计上,我们可以发现有许多的脚本 它们其实是透过大数据的分析 从社群媒体中观众的评论 筛选出可能关注的议题还有人物 希望可以从这样的一个时间序列中找出事件与人物的相关脉络 并且把它加到剧本当中 另外一个有名的例子是我们与二的距离 它的剧本写作从编剧的初期开始就引入了大数据来共同协作 透过大数据资料探勘的技术协助剧本的开发 我们可以看到在我们撰写剧本的时候 我们需要了解整体的趋势 所以我们通常会需要利用爬虫程式或者是大数据的资料 了解整体的趋势 我们从热门的文章中去挑选到一些热门的事件 并且将它放到我们的剧本开发之中 我们这个专案是需要进行品牌的命名 在过去品牌命名都会问许多关键性的问题 一品牌为什么要找命名专家 因为随便找几个英文字来代表品牌或者产品名称 应付消费者已经不合时宜 另外许多品牌会使用缩写拼音直译作为主要的英文命名方式 这也并不适合 品牌命名还有哪些方法呢 我们这边就会推荐用大数据的方法 在品牌命名还有需要考虑哪些事情呢 例如说市场中既有的名称 将它们进行分析 可以了解其他竞争对手所使用的名称 还有它的方法作为一个基本的资讯 那什么是好的名称 这个名称是否能够引起联想 以及会不会对目标群众有深刻的意义 这都是我们评断是否为好的名称的一个很重要的标准 而品牌命名的未来趋势又哪些呢 随着新的企业如雨后春笋班的成立 有特色或有意义的品牌名称 其实是越来越难找 相对的网预名称 注册的成本也会相对增加 在这样的一个趋势底下 我们就希望我们的品牌命名 能够以大数据分析的方式 了解目前热门的关键字有哪些 并且加到我们的品牌当中 而这堂课 我们将采用的大数据品牌产生器 主要有几个概念 第一个 我们将正式开始进行我们城市设计的阶段 所以我们要了解城市设计的主要一些基本的概念 在这门课 我们会教导print commenting 还有debugging 还有string的操作 还有变数的命名 还有输入input 还有名称的命名 还有语法的相关的错误的侦测 而城市设计 在处理上面总共有三大流程 首先是资料的输入 第二个是运算逻辑 或者是逻辑运算 第三是输出 所有的城市设计都不外乎有这三大流程 首先我们先从输出谈起 我们会使用的是叫做print的函数 函数其实它的英文名字叫做function 是所有城市中都非常重要的 它其实是一种城市的区块 也就是说把写好的一段城市当作一个函数 或者叫做函数 在未来重复的不断的使用 那它也可以被视为是城市专案里面的一个字城市 我们要介绍的第一个函数就是print 它是python的内建函数之一 可以输出你指定的文字或者是数字 另外如果用半型的符号半型的逗号来区分的话 也可以输出多个文字或者是数字 在荧幕上你可以看到用print刮糊 然后中间你可以用单引号或者是双引号 来夹杂的你要输出的文字 或者是你可以指定一个变数名称叫做text 等于然后一个单引号 单引号里面就是字串 当你在使用print的时候 就可以直接使用text这个变数名称 它就会输入输出我们要的字串 或者是我们把数字以变数的名称加以命名 这样我们在print变数名称的时候 也会输出数值 那我们刚刚有说到 如果中间是用逗号分格的话 它也会输出不同的文字或者是数值 第二个是有关于字串的操作 我们可以直接输入print刮糊 Hello World Hello World的话是用双引号把它包起来 或者是单引号 假设我们要印出三行 我们就要直接这样写出三行 print hollow world print hollow world print hollow world 这样子输出 它们就会分成三行来输出 如果我们要写成一行的话 就是你在print hollow world的时候 在 hollow world的最后面 加一个反斜线n 这样子它就会自动的换行 那如果是字串跟字串的连接 很简单的你可以使用加号 那有时候我们在字串跟字串中间要加上空白的话 那等于是你要加上一个空白的字串 也就是在双引号中间加上一个空白键 在我们写程式的时候 难免会出现违法程式语法 也就是语法错误的情况 在这个时候就是不要急 我们可以仔细来检视一下我们出错的地方在哪里 通常我们在遇到问题的时候 我们会把语法错误的讯息在Google上面询问相关的解答 在萤幕上面所显示的 第一个是print hollow world 但是它出现了error 我们仔细一瞧 原来是它的双引号只有出现在前面 而后面结束的地方并没有双引号 另外一个范例则是它把print这个函数名称少一个T 把这些修正之后就可以了 还有最常见的就是invitation error 在python的程式设计上空白是有意义的 所以不要随便的缩排或者是留下空白 例如说你在print hollow world 或者是print个字串的时候 你前面呢留下了无意义的空白 或者是按tap键 这样子都会产生了相关的错误 例如说在萤幕上所显示的 在for回圈或者是if回圈 我们之后会教的 他们其实有时候都会有这个缩排的情况 但是这个缩排或者这个空白是有意义的 所以不要随便的自行加入空白 在出现理法错误的时候 我们所进行的工作叫做debug 也就是除错 那除错在程式开发的过程当中是必然面对的工作 解决的方法你可以用print 来了解目前变数的值或者是状态 commenting就是我们对程式做下的注解 程式在执行的时候 我们通常会希望用ctrl加反斜线 让他们可以写下有关于这个程式的一个说明 而程式执行时遇到了h tag键 紧字号键 他们就会跳过处理 因此可以用来做程式的注解跟说明 因为这样子会影响到程式的执行 那在萤幕上你可以看到有单行的程式注解跟多行的程式注解 单行的程式注解只要加上紧字号就可以了 如果是多行的程式注解你可以用三个单引号以及三个单引号结束 或者是三个双引号加上三个双引号结束 接下来谈到的是变数的命名 在python对变数名称取名字的时候 务必要遵守python的规则 可以使用英文字母的小写或者是大写 以及数字还有底线 特别要注意的是第一个字不能为数字 而且python的名称是区分大小写的 也就是说小写的a跟大写的a是不一样的变数名称 那在命名变数的时候也要特别的注意一下是否为保留字 例如说像print为保留字 那就不可以用这个来做变数的名称 接下来我们谈到的是输入的函数 input是让用使用者来输入文字的函数 使用者输入的资料不管是什么样的资料类型 全部都会属于字串类型 也就是说即使你输入的是数字 在input的底下都是属于字串类型 除非你用别的函数把它转为数字 例如h等于input刮弧 那在刮弧里面双引号就是输入你要显示的提示文字 例如说请输入你的年纪 接下来你就可以print然后输出你要的结果 我们的随堂练习呢是让同学们来做这个变数值的交换 输入一个a的数字再输入一个b的数字 然后你在程式里面把a的数字跟b的数字交换 所以你列印a的时候会显示b的数字 而列印b的时候会显示a的数字 可以给同学一个提示 因为要将a这个数字跟b这个数字交换 所以也许你可以试试看加入c这个变数 让资料的交换可以顺利的进行 最后我们来到我们这周的专题 也就是大数据品牌产生器 首先你要列印出欢迎的字句 欢迎来到大数据品牌产生器 接下来你要用input函数输入你最喜欢的程式 输入你的英文名字 接下来将字串加以结合 就会成为新的品牌名称 程式的范例 同学们可以参考程式的范例 来进行程式的撰写 目前因为尚未学习到爬虫程式 所以部分的资料要由使用者先行输入关键字 在我们学习爬虫程式以及段词分析之后 我们就可以真正的实现 只要输入品牌类别 则可自动产生热门的品牌名称 而这样的品牌名称就来自于 我们透过爬虫程式 去将网络上很热门的一些关键字 把它导引进来 让它成为我们可以参考的品牌名称 以上是这周的上课内容